各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知识是否重要? 所谓民主一人一票 意思是说 知识是不重要 一人一票就可以了 所谓知识 例如我们一般上讲的科学 知识 很多时候 就不是所谓inturation 即不是我们直觉 是这样的 譬如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如果是着火 就用水淋 这是一个好方法 大部分呈现之下都对 不过 如果那个火 是少的是油 比如你一个锅 锅上面很热 锅上面的油 就着火 你用水淋 那就很大件事了 因为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水淋下去 水会 因为水的 废点 比油会更加低 那就是说 你这些油已经着火 那些油的温度已经很高了 那你水倒下去 那些水即刻呢 就会蒸发 一蒸发 一蒸发时 把油射到到处都是 也会把火射到到处都是 那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直觉是没有用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 如果我们要做些决定 很多时候 知识是很重要 当我们说 这个决定 用民主方法去决定 就是 人人都可以投一票 那就是换句说话 说 等同于 就是说 我们认为 知识是没有用了 因为如果是 知识有用的话 对那件事有特别知识的人 就不应该是一票 他应该的票数 给人家多 或者根本上 其他对这件事 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是没有权投票 是吧 那当然 我知道很多时候的政治决定 就是因为 是个人利益问题 那很多时候 就是个人利益 和所谓的小我和大我 的分别 那很多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利益 我不肯被他通过 但是他对大我来说 未必好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说 一个决定 一个政府的决定 是用民主去生产 去决定的话 我反而现在要开始问 到底这个所谓民主 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 背后的理念 就是说 人人都知道一样多 那就是换句话说 大家都靠直觉 也换句话说 知识是没有用 但我们知道 我们人类社会进步 是因为知识 是因为我们对 事物体比较精细一点 那就是换句话说 专家所占的份量 应该是比普通市民多 那就是换句话说 当我们要决定的事情 我们应该有个听证会 那听证会是什么呢 就是给一些有利益冲突的人士 表达他的意见 表达完之后 应该由一个 对那件事没有利益冲突的 专家小组去决定 当然要找一个专家小组 到一件事没有个人利益 这件事可能是很难的事 但是作为一个最好的决定 如果用民主方法 用一个所谓 compromise 大家是互相折冲的办法 换句话说 那个solution 结果 那个答案 就不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我们要考虑 就是到底所谓一个民主政府 我们在付的所谓cost 那个费用 来支撑是什么 其中一个费用就是 一个民主政府 所做出的决定 不是最最好的决定 只是在这么多决定之中 是大家都OK 大家走一下 可能结果这样 结果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 compromise之后 你那个solution 可能完全没有好处 到底我们去追求什么呢 我们追求是 政府真真正正正 可以为人民做到一些东西 而做的东西是要建效 有啊 或者我们要政府 好似帮我们做事 但是 结果做的东西 全部都没有用 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 不是民主 那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我当然不同意 灰肉回到所谓尊制的情况 当然 有很多时候有一个说法 如果那个尊制的暴君 但是一个有良心 仁慈的暴君 是一个好事来的 但我们没有办法肯定 我们选到出来的 所谓的暴君 所谓的暴君 不是暴君 是吧 我们不知道 很多时候 这些问题 我们要想的时候 要想 稍微小心一点点 就不要只是 哦 民主一定好 我 我说了这么久 我想大家都开始明白 我现在我们看东西 就不可以 拿着什么主意来看 我们应该看东西 就是 想一下 那个后面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个题目 大家想一下了 民主 人人一票 其实 换句话说 其实 就是 知识 不重要 因为如果人人一票的话 我们那些专家都是一票 那专家的特别知识 就是说 是没用了 是吧 那我们考虑一下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到底 我们的社会 肯不肯 就是 出一个一定的代价 那代价就是 我们在政府所做出来的那些 策略 不是最好的策略 因为它是民主产生的策略 亦或 我们可以有其他方法 那当然 很多时候 民主就是一个间接的东西 我们不是每一件事 都去找一个 民主投票 我们就选一个 所谓有领导的裁官的人 出来帮我们拿主意 找一个政府的首脑 帮我们拿主意 那我们选一个走路之时 就说 我们民主人的票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人的特别认识 或者 只是我们靠过 通过传媒对这个人所谓的认识 而做个决定 那是否真是最好的决定 一样 这个选人和选事的解决方案 如果大家认为民主的话 其实换句说话 就是知识不重要 大家想想到底 我们要不要考虑其他的政治生产方法 我不是等于说 我完全反对民主 我只要提出民主的缺点在哪里 还有 我正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民主选出来的一定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要想办法 有其他方法来生产 一个领袖出来 那个生产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想的东西 不是等于说 我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了 拜拜